《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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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南博物院》 《文传》 《文传》 每次介紹了寶寶 而它們也介紹了 人們的靈感 它們背後的寶寶 《講好中國故事》 《是時代使命》 《能講好中國故事》 《只有中國自己的導演》 你如何能夠調整整合商品和保護 通常我們主要關於 歷史、藝術、藝術的價值 但是我們不能把財政價值的價值 中國電影現在都非常好 就怎麼把中國電影的市場能力 轉化成中國電影的文化影響力 我還有一個問題 中國能夠更好推廣它的自動力 尤其是中國電影響力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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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電影響力的價值 尤其是年輕人 它是黃色的藝術 它是白色的 約6個世紀 那是2,500年前 對,2,500年前 是很難做的 去做的 1997年 那時候全年的票房只有8億 到去年 我們中國電影全年的票房已經接近了600億 另一方面 現在的電影亂片太多 原因就是人才問題 特別是其中的核心力量 也就是導演人才的增長 所以遠遠跟不上這個增長速度 到2020年 預計中國電影市場 將成為世界第一大電影視場 到時導演的稀缺 尤其是質量的專板 會更加明顯 我們要求保護 但這是市場的經濟 文化的價值 有它的價值 您如何能夠深刻把中國故事 這些老古藝術的故事 我們有很多的展覽 我們擁有教育的活動 我們給新的媒體優勢 我們也嘗試我們最好 製作文化的產品 完成從電影大國 到電影強國的費用 這個30年的人才肺炎 需要我們從現在就開始 極度重視和切實落實 它是重要的 投資文化在文化 但我覺得它不足夠 有很多的能力 我們必須理解釋 外國人的味道 我覺得是很長的 我們必須提供更多的產品 我們可以送更多展覽 寫更多的藝術文化 更多的藝術文化 把新的媒體的影響 我推薦電影集 從每年二、三十億的 電影專項基金中 再加大增加拖廣力度 給予青年代的費用 我獲得 從政治伺服員 從文化和威脅 市場上 是中國需要更多 在建造的世界上 的影響 而是更多 要花錢 讓中國文化和思想 向世界上 這是重要的問題 要贏成朋友 和影響 韓賓 CGTN 北京 中華 工作 有 未能 有